2021年1月6日,一则令人悲痛万分的消息引爆了整个华人商圈。身家过亿的女企业家罗莉莉,怀抱5个月大的女儿,在位于香港的豪宅中跳楼轻生了。 罗莉莉母女的尸体被人发现时,浑身一丝不挂,她的死因也成为了舆论关注的焦点。 那么罗莉莉死前都精密了什么?又是什么让这位坚强而开朗的女强人选择和女儿一起结束生命呢? 普通人眼中的罗莉莉,是个名副其实的人生赢家,祖籍四川成都的她,父亲是六代中医世家,母亲是著名的房地产大亨摩林,名下有多家地产公司,身家超过两亿。 罗莉莉在中国香港商界颇有名气,多次出席财富全球论坛等高端正经论坛,也常受邀出席各种慈善活动。 她的个人社交账户上也有和不少名人合照,包括前美国国务卿希拉里,英国歌手瑞塔奥拉等,她还和郭晶晶霍启刚夫妇交好。 有香港媒体称罗莉莉和郭晶晶为闺蜜,但似乎两人的现实差距有些大。 郭晶晶与老公霍启刚不仅膝下有三个孩子,更是经常在公众面前秀恩爱,对于公益事业也是非常热心。 反观罗莉莉,虽然也是亿万名怨,但是孩子都出生了,也没有对外公布其生父,而这一点也成为网络上热议的话题。 含着金汤池出生的罗莉莉可谓是衣食无忧,但却一直缺少父母的关怀与陪伴。 罗莉莉两岁时,她的父母便宣告离婚了,并就女儿的抚养权问题打起了离婚官司,因此她两岁半时就被送到了寄宿幼儿园。 后来法院将罗莉莉判给了母亲罗林,年仅四岁的她便跟随母亲前往香港生活。 年幼时父母离异的经历,让罗莉莉的性格变得坚强且独立,在学校表现得格外勤奋刻苦。 11岁时,罗莉莉前往悉尼留学,两年后,她觉得自己对从商有很浓厚的兴趣,于是就从悉尼搬到洛杉矶,在美国继续自己的学业。 读完大学后,她还曾到瑞士继续进修过一段时间。 留学归来的罗莉莉,先是帮助母亲打理事业,后又创立了自己的时装品牌,在时尚界闯出了一片天地。 平时她举办时装展时,也会有许多圈内知名人士前来捧场。 她还曾以翻译的身份,陪同母亲参加了2012年的胡润全球富豪榜新闻发布会。 可以说只要罗莉莉愿意,她完全可以直接站上巨人的肩膀,继承母亲名下的庞大家业。 然而性格独立自强的她,却选择了充满艰辛与挑战的创业道路。 于2014年在韩国创立了著名的创业孵化平台碧龙家,在健康、环保和教育等行业,为许多中美、韩三国的初创业者们提供帮助。 此外她还曾涉及科技行业的投资,并在成都开办了公关公司和企业策划等公司。 罗莉莉还多次参加各种IT论坛,在财富全球论坛,博鳌亚洲论坛等各种全球高端正经论坛上,也经常能看到她光彩照人,谈吐不凡的一面。 先天的家境条件再加上后天的自身努力,使得罗莉莉在香港商界颇有名气,经常受邀参加各种慈善活动。 日常生活中,性格开朗的她人缘极好,是香港当地颇具声望的社交名怨,和郭晶晶夫妇交情很深。 香港媒体称其为郭晶晶的闺蜜,而在罗莉莉的个人社交账号中,也能看到她与英国歌手Rita、Aura等名人的合影。 罗莉莉无心接手家族生意,更热衷于自己创业,但因为母亲是白手起家,所以她在人前常以创二代自聚。 不过在她看来,所谓的创二代身份,带来的不光是各种资源上的便利,还有更严峻的挑战。 面对镜头罗莉莉笑称道,普通人做六分,我们得做八分,而我又是个女生,我就得做九分半,这个事情才能做成。 谈到被人贴上二代标签的问题时,罗莉莉也毫不介怀,反而会觉得感恩,认为这些标签随时都会提示自己,让自己成为大众眼中的模范,或者通过自己的努力,为这个社会做出贡献。 正是在这种积极乐观的态度影响下,罗莉莉的事业越做越大,成为了身价上亿的商界女强人。 罗莉莉在事业方面的耀眼成就,也让人们对她的情感生活产生了好奇。 作为资产过亿的白富美,罗莉莉身边从来不缺少条件优秀的追求者,早年接受采访时她就曾提及,自己对于另一半没有任何要求,也不必讲条件,她更相信缘分和感觉,但那个让她有感觉的男人却迟迟没有出现,或许是受到了父母离异的影响。 罗莉莉本人一直对感情和家庭方面的失惠莫如深,极少在人前透露相关消息。 直到2020年6月,她忽然在社交平台上晒出一张自己挺着大肚子的运照。 在这张照片中,罗莉莉将孩子形容为一生中最大的惊喜,还表示孩子就是她未来进步的动力。 此后罗莉莉经常在社交平台上发布运照分享生活,但自始至终, 她都没有透露过孩子生父的名字和其他信息。 但可以肯定的是,罗莉莉的爱情生活并不像人们想象的那样圆满。 因为2020年10月,罗莉莉曾在一张运照下配文Single Months, 莱斯苏密藏,暗示自己将以单身母亲的身份,独自抚养孩子长大。 由此可以推测,当时的罗莉莉已经和那位神秘男友分道扬镳了, 也许正是这次分手,为日后她的悲剧埋下了祸根。 当时爱情上的时宜,丝毫没有影响罗莉莉对于腹中胎儿的期待。 她在社交平台上记录了整个孕妻生活,字里行间都洋溢着对于孩子的喜爱。 罗莉莉的好友,香港著名慈善家赵曾学孕女士, 还曾在事发后对外界透露称, 罗莉莉怀孕期间两人曾一起吃过饭, 当时的她看起来对于现状很满足,精神也很正常, 还曾表示要为了孩子多做慈善。 女儿降生后,罗莉莉经常晒出自己与女儿的合照。 这些照片中的罗莉莉,脸上洋溢着幸福与满足, 眼中满满的都是爱意。 女儿诞生一百天时, 她还发文称她是上帝给我人生视角的方式, 谢谢你出现在我的生命中, 足以见得她升级成为母亲后有多快乐。 可就在短短两个多月后, 噩耗突然传来, 身无寸缕的罗莉莉, 怀抱着五个月大的女儿, 从五百平的豪宅中纵深月下, 母女二人当场身亡。 当罗莉莉抱着女儿从五百平的豪宅一月而下时, 大家都震惊了。 正所谓女子本弱, 为母则刚, 罗莉莉本就是个坚强而独立的女强人, 面对创业过程中的重重困难都不曾退缩, 有了孩子后, 就更不可能轻易放弃生命, 可她为何会做出这个选择呢? 从怀孕到女儿降生, 罗莉莉展现在世人面前的, 始终都是积极乐观, 阳光开朗的一面, 谁都想不到, 她最终会以如此偏激的方式离开人世, 还带走了无辜的女儿。 香港警方初步调查后, 表示不排除罗莉莉患有产后抑郁症的可能。 据了解, 罗莉莉之前就曾有过情绪问题。 2019年7月3日, 她到上水豪宅与朋友打边炉时, 曾因为发生争执, 将滚水泼到一名男子身上, 因此而惹上官司。 另有消息称, 罗莉莉还曾卷入过一起经济纠纷, 不过这种说辞并不能让所有人信服。 后来有记者采访了罗莉莉的生前好友赵曾学育女士, 从她口中, 人们才得知了关于这段悲剧的更多隐情。 赵曾女士证实, 罗莉莉的确患上了产后抑郁症, 还曾在香港求医治疗过, 而造成这段悲剧的原因, 就是她在怀孕期间遭遇情变, 身边无人照顾。 她还爆料称, 罗莉莉曾交往过一个外籍男友, 她怀孕后希望与男友结婚, 但男方不愿过早安定下来, 两人因此发生争执, 最终男友离她而去。 关于这段孽缘的细节, 如今已无法确认, 但可以肯定的是, 罗莉莉自幼父母离异, 缺少来自家人的关爱。 她曾在网上发文, 分享了一道曾祖母做过的一道干腰合草, 可见她的内心里其实十分渴望来自家人的疼爱和关怀。 所以怀孕后, 她难免会渴望和男方组建家庭, 渴望被人照顾的感觉, 以及亲情和爱情带来的温暖。 然而就在这期间, 男友却离她而去, 这种情绪上的落差, 很容易变成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 让这位豪门名怨彻底崩溃。 得知女儿的死讯后, 罗琳第一时间赶赴香港处理后事, 赵岑学院女士也曾对某媒体表示, 希望她在天堂, 能知道人间是有情义的, 我现在的心也在流泪, 真的太残忍, 这是我不能接受的事实。 在她心目中, 罗莉莉聪慧过人, 性格开朗, 比同名人更加懂事, 然而即便如此, 后者还是没能逃过产后抑郁的困扰。 在生活节奏日渐加快的今天, 产后抑郁症变得越发普遍, 每年都会出现很多因为产后抑郁而造成的惨剧。 肩负起生育重担的女性是伟大的, 希望在日常生活中, 大家能给予产后妇女更多的关爱, 让她们感受到生活中的温暖阳光, 避免类似的悲剧再度发生。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或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